好,我們就來做那個真的要做計算的題目 有誘圖所示質量60放在這裡,然後支柱40... 然後他問的是,支柱對桿的向上作用力為多少公斤重 好,然後呢,老師說過了,這個題目第一步呢,先畫出力圖 知道誰受力,然後受哪些力,把力圖畫出來 好,就是有一個X支撐力,有一個支力不小的F5,然後呢,公斤60,然後距離有40跟80 然後我們這是盡力平衡,條件叫做合力等於0,合力局等於0 那合力等於0就是所有的向上力要等於所有的向下力 合力等於0就是順次中要等於歷史中 可是如果你要算力局,就要找到一個叫支點 因為有支點才能有利弊,然後你才能夠算利弊乘以利算所謂的利 那老師跟你說過了,盡力平衡的時候,支點怎樣? 隨便找,任何一點都可以當支點 通常把它放在一個我不想算不要算的東西上面 這樣可以節省審視,這裡誰我不用算 F,這裡我不用算出F,所以把它放在F上面 然後呢,就合力等於0,向上力等於向下力局 F加F等於60 合力局等於0,適時中力局等於逆時中力局 S是適時中力局,F是逆時中力局,利弊乘以利 好,S的利弊,之前在那邊是40加80 然後60的利弊就是80 你就發現你用不到第一個合力等於0,就可以算是S了 就可以算出來,就可以算出X了 所以,算完 答案就是 40公斤重 答案就是40公斤重 OK? 我剛剛跟你說過了,我剛剛跟你說 你的那個 你的 支點是可以隨便找的 好,這邊有一個X,這邊有一個F 然後呢,有一個60在下面 這邊有個40,有個80 然後呢,我們來說計算 然後我們合力要等於0,所以向上力X加F要等於60 然後要算一個合力局等於0 合力局等於0,我們支點可以隨便找 好,那我現在呢,把支點找在這裡 支點找在這邊 誰是順順順順順順 X 所以40乘X 誰是順順順順順 F 所以呢,80乘F 80乘F 那麼,你就可以算出來 對啊,這裡就是X 我們要都是這條X嘛 所以F就等於2分之1X 帶回去 X加上2分之1X等於60 所以2分之3X等於60 所以消掉以後 X變成多少?40 答案跟剛才是一樣的 當然應該是 當然應該是一樣的 當然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要告訴各位,支點可以怎樣? 隨便找 你考試的時候,忘記老師說 支點要怎麼找,不用管 你隨便找就好了 你隨便找,都可以當作支點 OK的 所以這一題跟剛才差不多 恰恰版 等句 AB兩端放一個40 然後板不動 請問你,第一面對反而直升率多少? 第一面對反而直升率是多大 這個跟剛才的計算方式 基本上一樣 不過這一題你要注意 這一題你要注意 敲敲板有個支架 支架上面也有支撐力 支架上面也有支撐力 所以它有兩個支撐力 一個是支架的支撐力 一個是地板的支撐力 然後左邊放的東西,右邊放的東西 所以它總共應該會有幾個力呢 四個力 總共應該會有四個力 左右的重物 然後支架的支撐力 還有那個地板的支撐力 然後請問你,它應該多少 它的力量應該是多大的 它的力量應該是多少 跟剛才一樣,合力等於0 合力矩等於0 向上力等於向下力 向左力等於向右力 合力矩等於0,四成鐘力矩等於 歷史中力矩 把所有的四成鐘加起來 把所有的歷史中加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我們的答案 26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說B 你的答案說C,請坐 老化力圖 剛才講過了 有一個支架支撐力 我們設為Y 地板支撐力 設為S 左右各有重量 然後呢 要盡力平衡 所以合力要等於0 向上力要等於 向下力 所以A加Y要等於10加40 然後呢 平衡合力矩要是0 四成鐘力矩要等於 歷史中力矩 但是我需要誰啊 我需要支點 有支點才會有利弊 支點找誰比較好 老師說我把它放在 我不要算東西上面 誰我不要算 Y Y我不用算 我把它放在Y上面 這樣就不用轉Y天的事了 那 我利弊平衡等於0 誰在的順時中 40 誰在的歷史中 10跟S 所以呢 Db 假設它的長度是L 所以設為L Db要反正可以消掉 所以算出來之後 都30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C 這就是我們的題目 那告訴各位簡單的 基本上的 經歷靈魂的計算 合力等於0 合力矩等於0 OK嗎 OK